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究極六寶石5 上次說到應該是在直播中觸重 然後我就練完level 大部份已經改了性格,練完level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陣容已經很強勢了 這個遊戲應該會不會是我最強勢的陣容呢?不知道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我們馬上試試這個敬敵 這個敬敵小搖 上次呢,他比我們最高level的限制就是57L 所以我們就不能再高了 但是敬敵的level其實是比我們高的 所以其實也有點難打 那我先想一想 上次一開始第一隻是水系的超壞星吧 我記得好像是超壞星,好,來 OK 這裡我們用電電加速 再電電加速 然後再電磁波 不行啊 他這樣用嗎? 這些技有 嗯 甲婆忍華的神通力 哇,這麼多渣一下 哇,這一下好狗啊 這一下我們要死,沒辦法 先死一死 然後換回阿拉 換回阿拉 換回阿拉,我們用鯉魚龍可以嗎? 或者長毛鬼魔女士先用死 然後龍頭地鼠的… 銀斌 哎呀,這麼多渣 大鼻島 是嗎? 電光石火 錦光星有清草場地 我們可以用的都沒有什麼技可以用的 銀斌 這個時候就用鯉魚龍的龍武 接著就…咬碎吧 咦,咬得死 咦,咬得死 咦,咬得死,咦,咦,贏了,贏了,贏了 嘩,不是這樣挖死我吧 神經病 認真,我有地震 哎呀,搞定 我可不可以回到這個末白鎮 已經捉了很多不錯的精靈 至少呢,圖鑑都已經完成了 可以回家了 挑戰聯盟 嘩,為什麼 為什麼我用完這個沙風寶 沙塵寶之後,整個地方都有沙塵寶 這個設定挺有趣的 好,我們成功進入這個商場了 終於,經過一番努力了 又要練寵,又要去… 咦,啊,這些有用了 那現在這些呢,就是一些 平時你們戰鬥會用到的道具 就是什麼 講究頭帶 講究圍巾 講究眼鏡 然後… 弱點保險 凹凸頭盔 打擊背心 靜犯這些很有用 名獄也是有用 嘩,沒了錢即刻 即時破產 這些就… 好像沒什麼用 暫時 最有用的那些我已經買了 嘩,還有沒有東西要買 啊,這些也要買 光牆和反射牆我沒有嗎 這些不是…通常打完… 即是通常… 頭幾個道館就會送 真的沒有 這些就沒什麼用 這些進化道具我不需要用到 我有沒有金珠那些可以買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燃龍石 呃… 有金珠 光牆和反射牆我覺得要有 首先我們要有個反射牆 因為我們要給牆無巨魔 然後光牆… 咦? 他這個也是算什麼的嗎? 我不是 我以為他也是算這個數量的 好… 可以給牆無巨魔 這些技能… 其實欺詐有沒有用呢? 吹捧… 嗯… 要突襲了 我覺得突襲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我是牆無巨魔 沒有學… 沒有學技… 沒有學那些… 即不是 努力值那裡沒有配攻擊給他 OK啦 上次劇情應該是說到… 原本打算打道館的 但是… 他就說館主去了冰道… 冰洞那裡 是啊 那個什麼潮… 潮濕洞 還是什麼鬼 然後前面就有個傢伙在那裡頂著我 不讓我走 我現在就過去打死他 好 這裡…就是你吧 黑白那傢伙 這個是 還有呢 講起Mega進化 我現在斑吉拉可以Mega進化 其實… 但是… 那顆石呢 我就要找在那裡了 但我有空… 原來… 不是我有了 咦…原來我馬上可以Mega進化了 斑吉拉 挺好… OK 那一開始先照舊比加超 變遍加速 嘩… 這樣我們用鯉魚龍 尖石攻擊 好… 應該贏到吧 不過… 其實也難說 嗯… 嗯… 不行了 比加超的電面加速 秒殺了 夾火人娃 應該夠快 夾火人娃吧 對了 這隻獎… 我們用… 加龍水花… 嘩… 沒有中到… 加龍水花沒有中到 還要強行被人屈了 玩… 番吉拉 Mega進化 怎樣Mega 有了 Mega進化的… 尖石攻擊 嘩… 這隻就用咬碎 真氣彈 可惜 我們的特防偏高 不是…我們的血高 所以捱了一下 跟著岩崩 急速折返 這隻應該不夠快 所以我們… 隨便吧 有的是先死了 反正無所謂 這裡 OK行 搞定了 我這隻確現在是你一個什麼訓練間 想不到有這樣的實力 裡面就拜託你了 嘩… 馬上說些客套說話 哎呀拜託你了 明明之前還說 你麻煩你走 你沒有這些實力 不配進去 不配進去幫忙 不配進去幫忙 OK 來了 嗯? 我這是… 銀河? 啊… 等你主團 忘記了 慢慢加速 照舊 現在還未有得升級 大家可以看到 頂呀 中毒 哎呀真的中毒 有沒有藥 解毒藥 又說 沒有解毒藥嗎? 解麻 真的沒有解毒 算了 有去吧 一隻沒什麼所謂 收集材料 會叫我 啊…先收集吧 雪童子 這裡就是一些 竹兵系的一些精靈 海炮球 就是這個帝王 海獅?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最大的一隻 是不是這裡啊 小山豬 剩下一滴血給我 洞峰 洞峰 其實沒有什麼疾病 潛灘海炎 怎麼走下去 其實我… 沒有怎麼走這個洞魚 所以這個洞魚怎麼走呢 我完全不太清楚 沒錯 應該要過這個單車先 而這個整個不知道有什麼用 應該就拿這裡了 沒錯 嘩…原來前灘 有這個兵 這個真的有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真的有這個動員嗎 嘩…不管那麼多了 總之我們要打等你子團 現在 42呢 捱到我一下 輪場 雖然輪場不是很高攻 幾何雪花 很高特防 不行 轉人 分開 行斌 嘩…他可能打死我 會不會呢 金屬打而已 嘩…不是吧 連續雲幾 死了 果然還是要靠這個最強的鯉魚龍上場 是不是 所有遊戲都應該是用鯉魚龍 那就是對的 應該沒有什麼鯉魚龍 應該沒有哪隻 是用鯉魚龍是差的 先看看 這裡這樣過去 對 這個怎麼這樣 黑暗三人組 明明我們的行動是隱蔽潛入 這個陸靈道館怎麼會發現到 怎麼發現的 你們又不需要知道 我們身為管主 有責任守護這個城鎮 不會讓你們計劃得停 試一下你們實力 我們是用惡屬性 克制你們超能力 阿姆梭露 既然擅長一種屬性 我們當然要考慮怎樣 對付惡蟲幽靈 超級沙內蕩高陰 不過是管主 竟然懂得Mega進化 是你幫忙的 最後一人拜託你 又是最後一人嗎 對了 惡屬性 這份岩蛇覆蓋的冰箱能量 沒錯 的確就是傳說之龍 幼雷武的氣息 冰龍 跟那個人說的一樣 這裡可以找到幼雷武的痕跡 看來是他的冰凍之力 透過那邊的究極之龍 我把這房間冰封起來 嗯? 除了管主竟然有其他人 等我解決你 嘩 是不是吧 48 會不會太厲害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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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魚龍的自信個性 沒什麼可以擋得到 好強 果然是你們阻擋我們的計劃 不過我們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情報 我們等地支團為了 將精靈從人類中解放而存在 遲些再見 全體撤退 謝謝你啊 如果不是有個綠頭髮告訴我 這裡呢 潛入了的消息 我們真的發現不到 你們挑戰道館的吧 我們回去挑戰吧 冰鬼狐城 OK 我們拿著那個名字 這個招式 咦? 那裡有個究極洞穴 不過現在那個洞穴應該是 我開不到的 怎樣走 這樣 啊 是 試試看 看看 究極洞穴如果沒有記錯呢 好像是需要用到那隻獅子和那隻蝙蝠 才可以觸發到這個 入究極洞穴的程序 我們現在可以回去挑戰這個第七個道館 亦都是我們有新精靈以來第一個會挑戰的道館 好 來吧 我們現在的陣容就是這樣 其實暫時不需要裝道具 對了 OK 那我們當然就 其實不是 這裡可能雙打比較好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預備好有雙打的精靈 來吧 我二十九呢 不過都對的 因為 他們的重呢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管主才厲害 其餘那些全部都很差 都不奇怪 我們雙硬斌 雙硬斌 雙硬斌這個組合 相信 相信應該就沒什麼錯了 這裡 然後這裡踩三甲 OK 咬下去吧 這個 咬下去 咬下去 然後這裡就雙打 對了 沒什麼所謂了 雙硬斌 雙硬斌 好 這個是標配沙隊的 這個是標配沙隊的一個組合 班吉拉和這個叫做龍頭地鼠 然後打開這個按鈕 可以 可以 咬下去了 這麼快就馬上到了管主的地方 我們馬上可以試一下我們的新手 先回血 兩滴血都要回 我一點點 來 好 其實龍頭地鼠應該要裝明玉 理論上 但是我們 其實可以照裝的 照裝著先 明玉也照裝著先 來 好 激硬 這裡有兩個管主 這個台詞應該都是同樣一樣 我們不看 嘩 超級巨布尼姆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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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打穿他的超級巨 左邊 我看見 是一個 當時我在劍盾都用過一個組合 就是希空組合 希空組合 魚老班加拉其實相當危險 我們可以照用這個 顏斌加地震 可以了 超級巨布尼姆溫 然後再用顏斌 然後再用顏斌 行不行 也不行 應該要雙顏斌好像比較好 這個實在太過分了 雙顏斌 守護 顏斌 動彈不得 那就行了 雙顏斌最厲害之處就是 他有30%的害怕機會 所以其實也挺厲害的 如果是希空隊 如果遇到這個組合 是非常難搞的 如果沒有特定的配招 或者特定的應對方法 又有什麼加進化 這個孤陰 哎呀可惜 這個時候我們直接用地震 然後這裡我們換隻利魚龍出場 對面也用地震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龍頭地鼠出場 再加地震上去震死巨金怪 然後這裡用咬水 咬下去 咬下去 OK 接著最後就帶回比加蕭上場 這兩隻好像超能力加什麼 超能力加岩石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記錯好像是 沒有擊中 啊 因為有精神 不是啊 精神場地是火什麼 火先制 應該真的沒有擊中 我們用衝浪 這裡用 這裡用吹捧 我們加特攻 靈魂衝擊 可以 搞定 哇 換了一些勁衝 第一次就搞定了 可以能夠讓精靈訓練到62 可以用潛水 62我們終於可以升到 非常厲害 我們的組合 果然這個沙隊是可以 真的擊破了所有東西 好 看看先 現在我們劇情第七個道館 第八個道館在潛水柱裡面 是不是這個外星站 對 這個外星站的劇情 沒有問題 照打 外星站好像要雙打 但是呢 只可以帶一隻重 進去上打 我們帶鯉魚龍 帶鯉魚龍 應該沒什麼特別 來 左邊這個好像要打 格拉格奧 但是我們打到右邊 太古魚蟲 這些都打完 嘩 吃蟻獸 很久沒見的吃蟻獸 還有鯉魚龍的技能都要改改 大家看到 因為我覺得撞擊龍武 撞擊這招技是格格不入 所以遲些有機會會用中岩石技 或者地面技 或者是飛行技 做什麼 三對一 三對一如果三打都沒問題 我 我 偶然是這樣 輕鬆 兩下沒有擊中 OK 可以了 然後就要打這個 和大鯉的一個默契 我們一來馬上震死 它是巨金怪 它應該是巨金怪 我們是龍頭地鼠 不是 我們是班格拉 龍頭地鼠先 然後是班格拉 加了鯉魚龍 這三隻應該夠了 是不是他這麼怪 對 我們馬上地震 馬上震了全場 這招地連不要 好 大家先死掉 大家玩沒問題 他這些組合 我用班格拉 哎呀為什麼要用這個 我打算用 我打算用什麼 我打算用地震 沒關係 我們現在用顏斌 大嘴鳥 喂 關我什麼事 大哥 大悟 你的技 關我什麼事 神經病 降地釘 嘩 實在低能 你的技跟我什麼事 大悟 自己學回 身體輕兩化 嘩 這是什麼 特攻向波士可多拉 其實我不知道波士可多拉 其實我不知道波士可多拉 是玩什麼 但是他這組合有點有趣 雙攻 身體輕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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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錯 好啦我們放棄了 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調查 OK 笑死 幹嘛叫我幫你學技 大悟 自己學回來不行 自己是重自己學 OK 大悟 大悟說送東西給我 是不是巨金怪 不知道是不是 潛水 那就是巨金怪應該要自己捉 我想 不過我也沒有什麼特別想用巨金怪 因為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其實用巨金怪好嗎 其實都好的 都OK的 但是都 敏敏的 這一隊可能欠 什麼火系 或者格鬥系 我想是火系 最大的可能性 好 然後我們應該要進去 駱海洋 下落海洋找水艦隊 嗯? 換了哈古龍 應該是這裡 對 這個位置 對 OK 然後再打完這個海艦隊 水艦隊 嗯 OK 這裡上去 為什麼加深了這個顏色 看不到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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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打了 不要煩 滾石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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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完 不分 欸? 這裡要用地面 嘩 反傷 去這邊 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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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袋 貓奴 帶 可以 欸? 咦? 那邊有什麼架射 不知道是什麼架 重疊 重疊 重疊就是可以減 減 減 減對手速度的一個技能 或者減全場速度的技能 不知道夠不夠打 沒什麼血 我們斑加拉放在頭上 水不同 等了你很久了 真的令我驚訝 你怎麼進來 不過無所謂了 不能實現我的夢想必須消失 還有天河童 這個龍其實黑著我 但不要緊 我不怕 它是什麼 草和岩石 尖石攻擊 應該有海鷗吧 哇 紫色海鷲 鯊 岩檳 水流獵婆 這隻咬水 嘩 一隻班格拉打完 這些 這些準神手 真的太厲害了 我真的讚揚你 你確實很有天賦 但我擁有這件事 有了紅色珍珠 我就可以令 蓋歐卡 以外地射出光芒 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做 走到哪裡 蓋歐卡 這個留在外面的人回來 什麼事 暴雨 應該是召喚了蓋歐卡的目的 為了實現水艦隊 擴止海源 什麼 預備我們預計的態度 你們遇上危險 不可能 一定在哪裡出錯 不是說紅色珍珠 可以緩醒他 你搞什麼 你還是冠醒了蓋歐卡 這場大雨一直下 我們世界會怎樣 所有的東西都會被這個海水煙沫 不要將 責任都推到我 我有紅色珍珠 應該可以控制蓋歐卡 我們沒有時間在這裡操了 沒有特別 你們在搞事 然後照顧了你的神獸之後 整個世界都混亂了 現在的劇情應該是飛進流離市那裡看一看 我們先飛進去看看 這裡太多石了 都不知道哪裡打哪裡 應該在這裡 這裡有草的地方代表它是近城鎮 對 在這裡 他們兩個打架 他們再打架 這個時候應該是找大吳 好 帶你去見一個人 這是那個麥可莉 這裏我記得好像不需要開燈也可以 好像就這樣繞圈而已 我記得 然後 米可莉好像問問題 米可莉 曾經是流離市的管主 現在將他的管理道館交給阿當 還有另一個存在 烈空座 就是烈空座平息了這兩個戰爭的烈火 但就連我都找不到線索 你有沒有線索 天龍之柱 天龍之柱就是他了 一定是他了 真厲害 我一來已經知道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飛去天龍之柱 龍無蟲蟲 到了 馬上 好 我們已經睡覺了 蘇星的烈空座飛走了 這個時候我們只要再回去流離市 你就會看到這個經典在GBA重現的一幕 這個應該是開頭畫面 那就是一個紅寶石的 代表紅寶石的過憂 烈空座 代表紅寶石的顧拉多 和藍寶石的葛優卡 以及綠寶石的烈空座 從天而降 在這個狂風暴雨下 滑出一個光芒 然後再騷醒他們 叫他們醒來回家 成功驅趕兩隻的神獸 離開了這個流離市 然後我們可以找米可來了 我想他們兩個首領都不想做什麼災害 聽聽他們的狡辯都沒什麼所謂 原來超古代不單止只有 我們教了這麼多廢的陰謀和覆蓋行動 那隻精靈輕而移它之後 回復平整好像沒有發生一樣 沒有人知道去了哪裡 不過風雷地區的天氣已經恢復正常 或者我們的行為對精靈來說也不算是什麼 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動作 是的 他們兩個都離開了 或者他們去了宋神火山龜還石 我們眼光果然沒錯 多虧了你整個地區脫離了危機 所有人謝謝你 備傳07 攀瀑布布 如果你有這個雨滴的徽章 可以使用瀑布 至於哪裡拿雨滴徽章你知道 沒錯 你要打敗這個管主 就踏入這個門裡面 好了 今集時間的各位六寶石五來到這裡 非常順暢地打贏所有的敬敵 打贏所有的管主 打贏所有的首領 因為我們得到了超強勢的戰力 這個應該是 砌過裡面都比較強的戰力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按鈴鐺 拜拜